现在抢出国的人确实变多了 有钱的没钱的都想 现在移民呢 也比以前容易多了 回头看一看 低带移民往往是很艰难很辛苦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专业工作的可能性 大多数的普通人来美国或者来英国 都需要二次创业 从事最基础的工作 从零开始 经历全新的适应过程 但是在英国在美国 其实既多不压身 在国内掌握一门基本的技术之后 不管你是开车 水电工 家政 月少 美容美甲 你到了英国或者美国 你会发现机会和薪资都是还不错的 如果你不会英文或者英文不好 你应该首选华人多的地方 比如说伦敦和曼城 都有唐人街 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语言障碍的问题 在英国生活可以有选择 职业不分位见 无论是什么阶层的人 都能够被平等的对待 只要你努力 能在自己的领域获得回报 通过自己的劳动过程 体面的生活 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 国民医疗保障体系组成的 英国庞大的社会体系 这个就是英国 一个国家的发达 不是摩天大楼 不是高层精英 更不是数字化的GDP 而是对弱势群体的保障 活得有尊严 活得有保障 这就是我们普通人 向往的社会和生活 出国留学 移民 工作 其实并不是从阳美外 而是开阔眼界 寻求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感谢观看